好 持续来掌握的是针对这黑心的名单呢 来掌握乐雅乐现在也要下架也出了问题了 因为顶星的问题饲料油除了有猪油甚至牛油 现在也确定出包 而其中食品大厂味全以及专注调理包的连下食品 已经确定再度中标了 知名连锁家庭餐厅乐雅乐 他们就是因为使用连下的产品现在遭到了波及 在今天早上乐雅乐的董事长黄茂雄亲自出面说 目前他们所有使用的动物性油脂全部都下架了 要改其他的配方 至于退费方式还在眼里最快近期会公布 顶星向越南进口的牛油 无法获得官方证实是否为食用油 许多业者早就预防性下架 东元集团旗下知名餐厅乐雅乐 已经停止贩售相关产品 受到食安风暴影响 东元集团会长表示 业绩也确实受到影响 毫无考虑我们应该是要把它下架 一定要保证安全安心 普遍来讲今年这九个月十个月来 比去年东京是稍稍有影响 顶星牛油产品依循南桥模式 预防性下架 像是连下食品的冷冻咖喱 就是提供给乐雅乐的产品 还有连下的牛冻酱 以及卫全公司有三项产品也中标 还有三亿食品的麻辣牛油 也都是使用顶星的原料 顶星除了进口牛油 2012年进口一批110吨的椰子油 目前市面都已经找不到 多半是制成冰棒及奶油球 椰子油产品若没有过期 恐怕已经全部都给吃下肚了 金融向十位蒲台北参访不到